有朋友问我们的牛什么时候断奶 其实这个问题 北方的羊法基本上都是三个月左右 有四个月就开始断奶 我们这里和它们有点区别 主要是看母牛 看母牛的标情怎么样 跟花禽的程度 因为我这里主要是养的土炸牛 有些是土牛 还有西门塔尔不多 比较少 基本上是三代左右的 四代就太少了 所以这些牛呢 我们没有说一定要到三个月或者四个月 准时跟它们断奶 我们都是看母牛 看它们的标情都不一样 但有一些牛比如说土牛 牛的五十多天 六十天 两个月就已经黑掉了 还有一些杂交牛 可能就两个月到三个月就黑掉了 有些比如说标情差的牛 可能就要提前想办法跟它们断奶 但是也要看牛犊 牛犊太小的话这当然不行了 牛犊基本上要达到350 到400斤左右 像这边现在有十头小牛犊 但是母牛 这里只有二四六头了 有四头母牛呢已经提前把它断奶了 把它牵到一边去了 这些小牛犊呢 有的就跟它带了那个借奶神器 但是基本上没有太大的用处 像标情好的 奶水好的母牛 我们就继续让它们带着 像这样的母牛的话 它本来长得又好 奶水又充足 还一头牛带个两头牛 有的带三头牛都没问题 像一些差的 早就已经把它断掉了 主要还是看母牛吧 看母牛的奶水标情 跟发情 什么时候发情 像这些全部都已经配掉了 配掉之后 只要它不掉标 就让它们多待待时间 也无所谓 之前去年的时候 我们那时候也试过 三个半月到四个月开始断奶的 但是有一些牛犊长得还可以 有些牛犊长得很慢 所以今年我们做法就不一样了 那些小一点的牛犊 多待待时间 多喝点奶 相对来说 要比不喝奶的牛犊长得快多了 毕竟我们这里只要以炒刺为主 不像北方 北方全部吃的小料 吃的吃料 它们提前蛋奶的话 三个半月到四个月蛋奶的话 它的牛犊长得很快 但是那样的话就是成本高 每个人的养牛方式跟方法不一样吧 我们的比较牛活 所以没有一定 说确定一定要四个月或者说三个半月 马上把它们蛋掉 还是根据实际情况出发 来选择蛋奶的时间 不知道朋友们你们是怎么做的